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除此之外 这项研究成果还可以实现看图牌电影功能 一张镜态图就可以演化出一系列不同真的镜头 比如雾霾天气路上的车辆 准备超车 成功超越 消失在雾霾中 或者给道路上的车喷上不同的颜色 这样看 似乎这项技术不仅帮设计师解决了难题 甚至以后电影拍摄 也可以在GPU里进行了 这项研究本身基于三类研究 一 可解释的图像表示 比如TGC Kokane 的 DCIDN 二 深度生成模型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GAN三 深度图像处理 比如风格前提 不过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围绕了2D图像来进行的 我们介绍的这项新研究则在其中加 入了3D感知 寓意 纹理 几颗分层主要的原理是交图像的寓意 纹理 几颗三个维度分层 分别经过一系列去旋暖和旋暖流程 先让原图像经过羽翼去旋暖系 生成羽翼地图 同时经过纹理去旋暖系 生成纹理代码 然后还要经过几何去渲染器 生成3D属性 3D属性经过几何渲染器后 与异地图及纹理代码 共同进行纹理渲染 最终实现图像分层 将图像分解为背景和多个前景对象 3D几何推理 能补3D上图示几何解释模块 该模块获取整个图像 使用来自对象提议的适当公式推断3D属性 并且可以生成可解释的表示 应用于理解和操纵 这里首先使用Mask 从对对象实力进行分割 对于每个对象 推断其3D网合模型和对象姿势 之后 得出其3D属性 确保重新得出的3D投影一致 语意AMP 文理推理在语意和文理分析的过程中 先要分析类自场景的2D信息 使用两个单独的卷积网络来获得飞行中道路 清空 树驴等部分 以及前景中的轿车 火车等物体 以及的必要颜色和文理描述代码 传说门3D Aware Theme Manipulation Bio Inverse Griffin Shui Yeo Titoming Harry Shoe June Andrew Jijun Wu Antonio Toroba William T Freeman Joshua Bitten AndMutps ARXIV.ORG PDF 1808 09351 PDF 刚完成制招片量次位 正在招募编辑记记者 工作地点在北京中关村 期待有才气 有热情的同学加入我们 相关细节 请在量子为公众号 KPTi对话界面 回复招品两个字 量子为KPTi头条号签略作者 追踪AI技术和产品新动态